今天中方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文件阐释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和原则 明确了重点合作方向和平台机制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 以全球安全倡议破解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为主题的蓝厅论坛上 外交部长秦刚表示 概念文件展现了中方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 对守护全球安全的坚定决心 同时秦刚也透露 中国将适时举办全球安全倡议高级别活动 与各方共商安全打击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 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 已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时代课题 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表示赞赏支持 最新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 具有鲜明的行动导向 归纳起来 即坚定支持联合国安全治理核心作用 努力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 积极推动对话 和平解决热点问题 有效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不断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全球安全倡议服务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维护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安宁 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共同推进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载入宪法的国家 秦刚强调 未来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 不搞军备竞赛 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守护者 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安全的国际环境 同样 没有中国的安全 也就没有世界的安全 但来自外部的 对中国的打压遏制 却不断升级 愈演愈烈 对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